Mina知道她在ISTP和ISFP之间来回走动 但她更倾向于认同ISFP 在接受采访时 Mina被问及 由于MBTI重叠 她和那连之间是否有任何相似之处 一想到相似 Mina就忍不住笑了 一眼看去 Mina和那连虽然有着相似的MBTI 但性格却完全不同 此外 尽管他们都是内向的人 但那连比Mina围得多 Mina说 我觉得那连比我更活跃 我真的是一个宅男 为了确定Mina 现在是否真的是ISTP 主持人向Mina询问了 她对一位因抑郁而理发的朋友 有何反应 她的直接反应是 在情感上与她的朋友建立联系 所以很明显 虽然每个人的MBTI 都可以根据情况而改变 但Mina本质上是一个ISFP 虽然不确定 他们是否拥有相同的MBTI 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但Mina和那连 有着最甜蜜的友谊 我们一直期待两人之间 有更多可爱的时刻 为此你怎么看 欢迎讨论